哈囉大家 今天要來試喝Nespresso在2020年9月上市的兩款新的膠囊 然後 一款是我手上這個 這兩顆就是綠色膠囊 它是盧安達的G5湖產區 G5湖就是因為它是翻譯的名稱 念起來不是很好念 所以我個人習慣把這個湖稱為祈福湖 我之前有用過祈福湖產區的豆子 是鋼果的豆子 因為祈福湖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湖 它在東非大列谷裡面 它的東邊是盧安達 它的西邊是鋼果 只要在這個湖的周圍生產的豆子 他們願意的話 都可以把它稱呼為祈福湖產區 我之前用鋼果的那個祈福湖產區 其實我個人非常非常的喜歡 因為它有很明顯的蘭花跟鮮渣的風味 我覺得很特殊 可是因為祈福湖很大 所以它的東邊跟西邊其實差的有點遠 我們也不能說一定要 盧安達種的這個東西 就要有這個味道 但是我就是純粹秉持著好奇的心態 跟Nespresso有什麼新的膠囊 我都會買回來喝看看 就會稍微有一點點期待 它可能能夠帶給我以前那個甘果那個味道 另外一個是這個 這個是成年的蘇門達那 它是用銀色的膠囊 這一次它推出的兩款都是單一產區的膠囊 對那盒子它其實設計的滿漂亮的 這一個呢 是它的蘇門達那的盒子 就是設計的比較 比較蘇門達那一點 那個魯安達的這個盒子 就很對我的那個胃口 對我個人很喜歡這種綠色啊 然後配黃色的這種色調搭配 就是巴西的國旗 我非常喜歡巴西國旗的那個顏色的搭配 對那我們這次就是來試喝一下 簡單的試喝一下 那特別講一下喔 這一個成年的蘇門達那 其實大家應該都不陌生 我們台灣可能比較多人會把它稱呼為成年曼特寧 對啊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啊 我在喝咖啡的經驗應該有二十幾年了 其實我從來沒有喝過成年曼特寧的豆子 啊它也不會很稀奇 就是你常常都可以看到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就都沒有喝過 這次剛好來喝看看 那依照慣例啊 我們都會把火味比較淡的放第一杯 看一下 蘇門達這個它標示的強度是6 蘇門達那這個是7 所以我們就是先來喝這個 魯安達這一顆 那我今天就是比較簡單的試喝啦 都喝小杯的就好了 好那現在沖完第一杯啊 之前有朋友跟我反應過就是說 如果說你這樣連續沖煮然後換不同的膠囊 是不是它味道會互相的去影響 對確實是會互相影響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 有淺的開始喝 喝到深的 其實它那個影響的程度就不會太大 但是如果你還是擔心的話 你可以再沖完一杯之後 你把它放一個空的杯子 一樣讓它再留一次沖咖啡的 因為這一台它比較特殊 它的咖啡跟熱水是分開的管線 你就是要用沖咖啡的這個把它再按一次 把裡面的那個管線的咖啡給沖出來就好了 對 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實這個管線裡面的一些咖啡 都會被沖出來 那至於你到底要洗得多乾淨呢 我覺得這個見仁見智 我覺得因為膠囊就是一個比較方便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自己不會把它要求到 像我在店裡沖咖啡給客人這樣子 因為是我自己要喝的而已 那我們現在這個差不多溫度不會那麼燙的 我們先來試喝看看 這一杯其實有 很明顯的就是你在喝非洲的豆子那種感覺 就是比較偏向水果的吊慶 那喝下去直接接觸到舌頭上面的甜味 也會比較明顯一點 那不會有苦味 我個人覺得不會有苦味 對比其他一些強度可能是8或10的膠囊來說 這一顆幾乎是不會苦的 有一點點那個柑橘類水果的味道 可是我覺得不太像是橘子 對有可能像是柚子跟血層 就是比較偏向紅色的那種柳橙的那個味道 嗯 這個我還蠻喜歡的 只是它就沒有像 我說的那個鋼果那個有鮮渣跟蘭花的味道 就是比較可惜 因為其實我真的很喜歡那個鋼果的豆子 只是後來就沒有貿易商有盡它的生豆 我要買也買不到了 好那我們現在來沖這個成年的蘇門答辣的膠囊 試看看 一樣齁設定都用一樣的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就是溫度比較低的狀況喝 所以我這邊溫度是調比較低的 好那一樣就是做出來有點燙 我們先等它一下 然後這邊先閒聊一下齁 就是我覺得每次啊 我在買Nespresso的膠囊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很震驚的一個體驗 就是說每次我看到Nespresso的膠囊 就是它的外包裝都會設計的還蠻漂亮的 對然後每一個每一個的風格呢 幾乎都會有一些 那個產地可能會特有的一些文化的特色在上面 對阿我覺得這個算是一個 我自己在購物的時候的一個比較愉快的體驗 阿像這次的那個蘭安達的這個 這個圖案齁我覺得就做得非常的漂亮 當然有一些膠囊啊 它的外觀我不一定會特別喜歡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 他們是有用心在設計這個商品的外觀 對阿我自己常覺得說 一個東西的競爭力阿其實不只有在商品的本質 它的外觀其實也是稍微要去注意一下 對那在一些比較算是精品級的 你不能否認Nespresso在膠囊界裡面 可能就是最高的那個領導的地位 所以其實他們在做商品的設計阿就是會比較 各個環節都會注意到 它的商品的安全性風味 還有它如果可以的話帶給消費者一個 我買這個東西的過程中 我會是快樂的那種感受 這個其實是我還蠻喜歡它的一個做法啦 對那現在扯這麼多了這個應該可以喝了 我們現在就直接來喝看看它的成年的蘇門塔啦 這個它其實就比較偏向是那種木質掉性 對我印象中它的那個風味描述是寫什麼雪松 雪松掉性還是什麼 對阿反正只要看到木頭的掉性都大概是那個味道 我不太能夠告訴大家說那個是什麼味道 可是大部分你在喝像是蘇門達蠟或者是印度 印度如果烘的比較深的話 就會有一個很特殊的味道 那你喝酒就會知道那個應該就是八九不離遲是木質掉性 這個其實是亞洲豆烘的比較深的一個特色 那基本上我不認為它會是很深烘很深的一個豆子阿 因為我們一般來說印象中你聽到曼特寧阿印尼阿 就是覺得它會烘的比較深 那如果不烘深呢可能會比較苦 那因為它是有做過成年處理的豆子 所以其實成年處理你可以把它理解為是 慢速的預先烘焙的一個過程 那關於這個成年處理阿 我覺得之後應該可以做影片來跟大家介紹 到底什麼是成年處理 因為它不是只說你把生豆踩下來 然後丟在那邊放個三年就OK了 我們以這個的例子來說 這個它是2016年才收的 然後它經過了36個月的成年處理 阿中間其實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一個不小心呢那整袋就毀了 通常成年處理的曼特寧會稍微貴一點點 但是也不會太貴 嘿 那成年處理的咖啡豆阿 其實大家很熟悉的一個類似的東西 就是印度的一個季風馬拉巴 那有些翻譯會把它翻成什麼風字馬拉巴之類的 它其實就時間比較短 可是基本上它的原理有一點點的接近成年曼特寧的原理 我們之後如果有做這個主題的影片 我們再一併來跟大家介紹 那這次我覺得它這個可能是因為它有做過成年的處理阿 所以它不需要烘得太深去把它的酸味給去掉 所以這樣喝起來呢 我會直覺的認為它是相較其他的 Nespresso所出的亞洲產區的豆子 它反而是比較不苦的喔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期望的是一個完全不苦的膠囊的話 我建議你還是要仔細思考 因為這個終究還是會有苦味 苦味它其實可以帶給你一個比較強的一個回甘 回甘我自己有兩種歸類法 一種我會把它稱呼為是甜感 另外一種我把它稱呼為是回甘 甜感指的就是說 你喝下去的一瞬間呢 它碰到你的舌頭你就可以開始感受到甜 那回甘呢我會認為說比較像是這一顆 陳蓮曼特寧這一顆阿 就是你喝下去你會覺得苦 可是吞下去之後你再喝白開水 或者是說你在呼吸的時候 你會開始覺得你的舌頭會有一點甜甜的味道 這個被我歸類在回甘 那我不知道其他的其他人或者是世界標準 他們是怎麼歸類這兩個東西阿 我自己的歸類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邊就是提供這兩顆的風味給大家做個參考 因為我認為阿 如果你自己已經是一個Nespresso的使用者的話 有時候不需要我來告訴你 新的膠囊是什麼味道 你應該去專櫃的時候也會買到啦 那有可能你看我的影片只是想要做好一個 預先的心理準備而已 我就是快速的喝了一下 然後告訴大家這兩顆的感想 我覺得如果你今天是比較喜歡喝清爽型的 就是選這一顆綠色的 魯安達的G5湖 G5湖產區 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說我還蠻喜歡這一顆的 那如果你比較喜歡要有那個回甘的味道 或者是說你想要加牛奶的話 那你可以試試看這一顆 但是這一顆 這兩顆的價格都是在膠囊裡面偏高的 我會建議說這兩顆還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嘗試 你抱持著一個單喝的出發點就好 要加牛奶的話會有其他更適合的選擇啦 這兩個的膠囊每一個都是單顆24塊 它相比其他的Nespresso膠囊 平均價是有稍微偏高一點點 但是沒有到很高 比起我們之前喝的那個夜門來說 真的算是很便宜的一個咖啡 對那這次的開箱呢 這兩顆就做到這邊 然後下次 但是我如果有其他看到新的有趣的產區 我會再另外做影片來跟大家介紹 還有之後應該會做一個成年處理的一個影片 來跟大家講解 到底成年處理是在成什麼 然後為什麼會改變它的風味 好不好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